詞曲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 我是張家瑋 張家瑋 你知道嗎 要當一個演員 必須要知道的事情有哪一些呢 當演員做導演 八件嗎 跟他們講完就插我嘴 這一點也是禁忌 哈哈 要去看哪一個電視台 有真心計畫 去參加各種的比賽 但是呢 大家都以為 是不是早就晚晚 中秋節到了 你們公司有放假嗎 要過年了 你們有辦法提前請假嗎 NO 怎麼可能有這種事呢 叫你什麼時候上班 你就要什麼時候上班 什麼時候下班就是什麼時候下班 完全沒有辦法讓你預先知道 第二件事情 身體的狀況 你有時候會沒有時間吃飯 我之前的經驗就是 演到很悲情的戲的時候 那一陣子我都會像憂鬱症一樣 會一直給自己壓力 剛進的新人有一點要習慣就是 耐心 等的時間會比表演的時間還要長 也有人等了一天12個小時 都拍不到 我的前輩到現在都會這樣子 拍戲的時間本來就是不確定 都必須要體量具足的一部分 拍戲的時間也不固定 然後你的作息就會非常的亂 第三點 當然就是大家最想知道的金錢囉 大家都以為 當藝人 當演員 就是賺很多 就是我們光心亮麗 很漂亮 每天有保姆車是不是 保姆車在哪裡 可能連叫Uber的一個錢都沒有 也有耶 像我之前去上節目 當地的台北人 可能 3到800之間不等的車馬費 我是高雄人嗎 所以呢 我當時有1000塊 而且1000塊是錄 兩集喔 我一剛開始拍戲的時候 我拍一個禮拜 就是一集 所以如果一集要拍一個月 你也得拍喔 第四點 劇本 你以為它提前就給你嗎 沒有 五四點一到 劇本還不見得出來喔 可能過了半個小時 它才到你的手上 然後就馬上要被 不要記走位 在那個15分鐘之內 把這些所有事情全部搞定之後呢 就拍拍了 而且是一盡到底喔 如果劇本寫怎麼樣 你以為就是這樣子而已嗎 他們隨時要改台詞 你就得改 那個專注力要很強 我真是佩服我自己 你哪位 我是你的粉絲啊 我真的好喜歡你 粉絲好難等喔 第五點呢 衣服的問題 你們的衣服是廠商無限供應嗎 這怎麼可能 就論八點檔來說 不太有廠商會願意借的原因 是因為 他們可能一拍就是一兩百集 這種東西的效益 是看不太到的 每次就是要上網去看一下 晚上就是覺得說 這工作可以用 有沒有可以選自己角色的時候 不行 除非你已經到了一個人 你可以不需要 這份新選的時候 不學姐的時候 第七點 人際關係 很多人都會以為 我們會認識帥哥美女啊 真的是會認識帥哥美女耶 真的會認識 但那都不是你的好嗎 有啊 有照片我們朋友 你不要吵 啊 你可以說嗎 像我拍了八點檔 我就會開始覺得我們 我都在睡覺 不然就在勾著 我們連拍你的YouTube 都要一改再改 再改再改 對 每次可以拍的時候就 欸 那個 我又會比較新劇情 不是只有八點檔 綜藝節目也是 我想要加入演藝節目 我不用 以上幾點呢 然後 下了戲之後不是演員 就有點不太習慣 自己的頻道還是這樣搞 如果你們還有 其他想要問的事情 這不是我說的嗎 哈哈哈哈 沒關係啊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還想要問的 留言給我 按 讚 訂閱 跟分享 我的頻道喔 開啟小鈴鐺 掰掰 為了讓自己好好的哭 去拉自己眼睛 在家裡練習 而且是用濾油精 直接點自己的眼球 我也是用了很大的決心 就覺得說 老娘今天如果真的眼睛瞎了 那就是我的命了 我現在想起來都覺得很可怕